当你乘坐火车前往青藏高原旅游时 一定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在青藏铁路两边 插着许多高达两米的铁棒 这些造价20万元的铁棒 每隔一米就要插上一根 全程共计约有1.5万根 它们全都矗立在青藏铁路两侧 像无数名坚韧不拔的战士一样 坚守和保护着青藏铁路 从不动摇 其实这些铁棒有一个更加专业的名字 叫做热棒 从外形来看 热棒全身缠满了一圈圈 像铁片和线圈一样的散热片 这是一种用碳素无缝钢管制作而成的 高效导热装置 非常适用于青藏高原的环境 尤其是在解决高原洞土层融化这个世界难题上 热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无论是在青藏铁路 还是青藏公路上 热棒几乎都是随处可见的 那么为什么在青藏高原地区 修建道路一定要用热棒呢 这和青藏高原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条件 有很大关系 青藏高原又被称为世界屋脊 它是我国最大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 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 高海拔导致青藏高原的平均气温很低 高原洞土层密布 洞土指的是土壤温度低于零摄氏度 且含有冰屑的特殊沿土体 在冬季气温较低的时候 洞土层中的冰晶和土壤紧密结合在一起 让陆基显得十分坚硬 但是一到夏天 由于高原上缺少云层遮挡 太阳直接照射到地面时 气温上升速度很快 就会导致部分洞土层内的冰屑融化 冰水与泥土变得异常柔软 不利于车辆在路面上行驶 尤其是冰融化成水的时候 体积会缩小 导致陆基和钢轨随之产生凹陷 而等到冬天 这些泥泥的土地 又会因为低温冻结体积膨胀 导致建在上面的陆基和钢轨被膨胀的洞土顶起 在洞土的冻结和融化反复交替作用下 陆基就会出现翻浆、茂泥、沉降变形现象 用不了几年 花费几十上百亿元修建的道路就会报废了 据统计 青藏公路有85%的陆基病害 是洞土融化造成的 有15%是土壤冻结造成的 桥梁和寒冻的病害 主要由于洞胀引起 由此可见 青藏高原的道路问题几乎都是洞土导致的 如果不解决洞土问题 想要修建好铁路 无异于天方夜谭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 洞土工程问题就一直是一项世界性难题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科学家们才特意研制出了热棒 青藏铁路两边密密麻麻的热棒 从外表看来 好像就是一根根普普通通的铁棒 但在它朴素的外表下 却蕴藏着非常精妙的设计 它们凝聚了科学家半个世纪的心血 虽说名字叫热棒 但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冷冻器 只要插入洞土层下 就能让洞土不再融化 在地表形成涌洞层 那么热棒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内部结构就清楚了 热棒的整体构造分为三部分 露出地表长约2米的部分 叫散热段 它的外部缠绕着一圈散热片 可以让热棒内部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 埋在地底的部分长约5米 内部又分为吸热段和绝热段 吸热段位于热棒的最底端 里面储存着大量液氮 由于液氮的废点只有零下33.5摄氏度 所以即使身处涌动土层中 它也随时在吸收热量变成氨气上升 使得涌动土层全年都能保持在一个极低的温度下 上升的氨气会经过中间的绝热段 进入到吸热段 冬季时高原的气温比地下温度低 氨气在吸热段预冷就会液化 在重力作用下流回最底部 不断循环保持地底的低温状态 而到了夏天虽然外界气温很高 但是由于中间有绝热层的存在 所以高温无法传递到热棒底部 同时氨气到达热棒顶端也无法冷凝 那么热棒就陷入了停工状态 不过不用担心 因为此时热棒内部的氨气和液态氨 已经达到了平衡状态 底部的气温依然很低 不至于让周围的冻土融化 也就能够确保青藏铁路的安全和稳定了 另外 这些热棒在生产时进行了特殊的防腐处理 寿命可达30年以上 可以说热棒埋涉技术 有效解决了冻土区陆基夏季融成问题 比曾经的以桥带路每公里 可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 仅此一项就为青藏铁路 节省了十多亿元的资金 同时埋涉热棒还避开了地表开挖 铲除植被 修筑陆低渠土等人为工程活动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破坏 冻土层对青藏铁路的安全性影响极大 铁路局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得不多做几手准备 所以除了热棒以外 科学家们还想出了其他防止冻土融化的好办法 这些办法大都是通过改变陆基的结构 来实现冻土层的保温 比如从陆基温度上着手 工作人员会首先在陆基内部铺设一层具有单向导热能力的隔热层 以增大热阻 从而阻止热量进入到冻土层内 这种隔热层一般采用聚本乙烯板或者聚氨织板材料 在陆基修建完成以后 还可以在陆基上铺设一层白色反光遮阳棚 避免太阳辐射对陆基的直接照射 从而减少传入冻土地基的热量 从通风角度来说 极箭狂魔们也创造了两种有效的办法 第一种通风陆基 这种方法通过在陆基底部横向铺设通风管道 并在管道一端安装自动温控风盟 实现对热量的控制 具体的设计原理是 当温度较高时 风盟就会自动关闭 温度较低时 风盟自动打开 这样可以避免夏季热量进入通风管 第二种是片石通风陆基 这种办法是指在陆基中间铺设大量碎石块 由于石块之间的空隙较大 通风效果很好 所以能起到调节温度的作用 虽然夏季气温高 但是由于热空气的密度较小 容易形成上升气流 因此热量很难进入陆基内部 而碎石头之间的空气流动和地表水蒸发后 又能带走热量 可以起到热屏蔽作用 在冬季 由于冷空气密度较大 在自动和冬季风的作用下 冷空气会沉入碎石层中 将温度更高的热空气挤走 因而也能防止动土融化 这些凝聚了无数动土专家几十年新写的黑科技 付诸实践 最终让青藏铁路得以全线贯通 同时因为解决了多年动土 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这三大世界性难题 青藏铁路的成功 也让全世界更加信赖中国基建狂魔这块金字招牌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